Hello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分享iOS 18的重大更新 那如果你沒有學會今天的這些技巧 那你iPhone就白買了 OK,讓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是相機更新 以前你要拍片時插入背景音樂 基本做不到 但是現在可以同步進行 到設定、相機、錄製聲音 就可以在播放音樂的同時錄影 那你拍跳舞挑戰就會特別的方便 此外錄影時也可以暫停 再來是Safari 以前你在看網站的時候 經常會有各種廣告 無論是文中插入的廣告 或者是蓋盤廣告 現在Safari內建隱藏干擾選項 你可以像這樣 任意選擇你想隱藏的板塊 像這樣文中的廣告 就像無線手套那樣 第二一下就消失了 那你重新整理或是下次再進入這個網站 都會有效 那不過這個只能手動隱藏 再來是音樂震動 當你在播放音樂的時候 手機會跟著音樂的節奏來震動 那這個功能其實是Xperia 掃Sony的手機很久以前就有了 再來是APP上鎖 你可以針對一些特定的APP進行上鎖 避免朋友或家人跟你突襲隱私 那你按著APP出現隱藏的時候 就可以隱藏 那這時候APP就消失了 那你可以到資源庫的 以隱藏清單去找回來 那如果有其他人想拿你的手機 來進行辨識的話 他就需要臉部辨識 就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就打開 再來是密碼 之前的密碼放在設定裡 那現在獨立成為一個APP 那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所有你曾經輸入過的密碼 以及Wi-Fi的密碼 那另外如果你想要分享密碼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直接生成QR Code 那對方掃描一下就可以直接輸入 那像一些咖啡店啊 他們要分享自己的Wi-Fi密碼 就可以用QR Code的方式 把它列印出來貼在牆上 讓客人直接用掃的 這一次iOS18升級了計算機 那以前的計算機是沒有刪除鍵 只能右滑刪除 那這一次多了獨立按鍵 同時它可以直接切換工程用的計算機 以及手寫計算機 那你可以直接手寫算式 比如說S加Y 那除了辨識出答案之外 甚至還可以產生圖表 非常方便 這一次iOS18的控制中心 變得更精緻 長按還有更多的功能 比如說長按這個符號 就可以直接叫出計時器 上下可以控制時間計時 那在煮菜的時候就會特別方便 那左上角的加號 可以直接加入控制項目 比如說增加背景音 那你長按 就可以直接收聽免費的白噪音 那現在iOS18升級之後 現在的設定頁面變短 那APP全部都收到最下方 那在電池這邊可以設定最大的充電上限 那我建議設定到95%可以延長電池壽命 另外針對開車會玩手機的朋友 這一次iOS18有多了一個防暈車的功能 怎麼設定呢? 在輔助設定這邊到動態效果 顯示車輛動態提示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螢幕的兩邊會有小點點 那你當你車輛晃動的時候 會跟著移動 這個東西真的有用 那我們這些開車的時候 當你做附駕玩手機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小點點 它真的會輔助你 讓你暈車的感覺比較降低 iOS18這次新版的相簿 很多人都說不習慣 那要怎麼樣把它改回iOS17的介面呢? 來這邊教你更改 你把iOS相簿打開 拉到最下方 點自訂與重新排列 然後把這幾個勾選起來 然後其他的把它取消掉 那另外照片的編輯介面 也變成白色 你可以到右上角去改回黑色 那照片也可以把所有的截圖隱藏 也可以只顯示截圖 那之前的正方形比例的切換 也被隱藏到這裡 在更多的項目 可以找到更多的照片分類 那iOS18可以透過AI辨識 幫你整理一些分類 比如說像收據、截圖、QR Code 下方的地圖 也可以讓你依照地圖 查看手機拍的照片 那這一次iOS18 也升級了電話的一些功能 比如說你正在開會 不方便接電話 那這時候突然來電的話 你按下語音信箱 就可以把對方的語音留言 全部轉成文字 像這樣子在電話上面直接顯示 就非常方便 這一次iOS18升級之後 所有的布景主題 以及圖示的顏色、大小 都可以制定做變化 比如說換顏色 然後你可以吸取你的桌布的顏色 讓你的手機 整體的圖示都變成一致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 又或者是你桌布 喜歡用明星的桌布 然後你又不想擋到臉 你就可以把你的圖示拖到一些特定的位置 然後就不會擋到你的明星的桌面 再來是手電筒 這一次它的動畫會跑到動態島上面 那你打開動態島 上下滑動可以調整亮度的明暗 左右滑動可以調整它的聚光 現在你用iPhone玩遊戲 它會自動開啟遊戲模式 主要是幫你砍後台的App 提升遊戲的效能以及省電 那你外接遊戲的手把 以及藍牙耳機 它的延遲也都會降低 去提高遊戲的體驗 你知道iPhone可以用眼睛來操作嗎? 來 教你怎麼做 在輔助使用這邊有眼球追蹤功能 你把它打開之後 會需要做一次眼球的校正 然後你就可以用眼睛來當作滑鼠 那你看到哪 這個小黑點就會飄到哪 那你停著不動 就可以當作確定 你可以用這個功能跟另外一半 玩一些定力的遊戲 不過實際用起來 我覺得其實不是很好用 因為你的眼睛要一直盯著看螢幕 那如果眼睛離開再回來 你就要再重新校準一次 如果你想要拿它來開車使用 我覺得不太實際 好 以上的內容就是iOS 18 所有更新的內容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